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农贸市场 平常这里都是熙熙燃朗 停车场车都停不下 今天因为我来的也是晚了 所以他们都已经到收摊的状态了 不过这个农贸市场已经恢复了 也挺好的 从6月1号开始 一直到10月份结束 这是他们卖的蔬菜 所以我们有个新法律 啊 所以有几部书方法是安定性的 一路好的 一路上可以 所以你们要洗手机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 看一个冷世界 再来到这里 只有一进一一出 如果进去,你就要去到最后一关的 Gandalf だけ说,我们商量大放 谢谢你 你现在拿到了吗? 是的 谢谢 够了 喜好听 你好 你好,你最近好吗? 好 需要帮你帮忙吗? 让我帮忙 这是卖蔬菜的 这些卖的基本上都是 没有农药的有机的 所以它的价格比较贵 但是比较健康 像这个西红柿 4块钱一磅 这个很奇怪的 5块钱一磅 各种颜色 5块5一磅 但是非常新鲜 健康 再买的是通富甲 通富甲就是 中国好多年以前 流行的 红茶菌 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 有取了一个 日本的名字叫做空步甲 有点酸酸甜甜的 这样的感觉 这里也是卖 organic的蔬菜 也是蔬菜 人很少的 顾客也很少 他们也很少 不过一定会恢复的 这个是卖羊奶酪 这是卖蜂蜜 这边卖蔬菜 这卖蔬菜 我一千买好多的 这个漂亮的女孩 名字叫做Emily 青年17岁 从3岁开始 她学习芭蕾舞 每天跳舞成为她生活的日常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舞蹈家 她已经考上了肯萨斯州芭蕾舞团 夏季训练班 因为疫情的关系 芭蕾舞团取消了这次活动 但是 他们仍然可以通过Zoom课程 进行学习 那么这个夏天 Emily是怎样学习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玛丽每天一个人待在地下室 学习芭蕾舞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我问她苦不苦 她说她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她非常喜欢跳舞 很享受跳舞这个过程 她希望明年能考上一个芭蕾舞团 或者考上一个大学的芭蕾舞专业 我祝她的梦想成真 Enjoy your class 离开芭蕾舞 繁华的芭蕾舞 坐一个小时左右的火车 来到凡尔赛镇 终于来到了令人神往的芭蕾舞 参观的人非常多 排了很长很长的队 我祝她的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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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路易十四的寝室之一 这是著名的凡尔赛进厅 凡尔赛条约 在1919年6月28号在这里签订 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凡尔赛公除了金碧辉煌的皇宫 它还有一个气势磅礴的皇家陵园 一共有800多公顷 是典型的法国园林 里面有精心修饰的草坪 花坛雕书还有烹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凡尔赛公的宫殿和花园 在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每年的游客超过600万 我们生活在史虚中 人类从来没有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赶步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 传给世界上成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相亲请质讯屏幕上的邮箱地址